农历新年到来前 岛内众多法轮功学员四处奔走乡庆 满怀感念之情 为他们的师父李洪志问候新年 不过近日有网友爆料 大陆网特造谣李洪志先生已经离世 但法轮功方面媒体迅疾回应 绝无此事 更声明 李洪志先生虽然身患脑癌 但早前已经开始接受麻省总医院 等全美著名医疗机构进阶治疗 病情得到控制 目前已无危险 网络上出现李洪志先生离世传闻 全由新唐人电视台去年早些时候的两段视频间接引发 去年7月16日 法轮功团体在华盛顿召开盛大法会 李洪志先生亦十分难得到会讲法 其料会后许多学员私下认为他们的师傅已显疲态 图像中的李洪志先生头发已明显稀疏 面部褶皱显而易见 为消解众多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先生身患脑癌 体弱不知的种种猜测 法轮功纽约总部极为罕见的在一个半月之后再次请出李洪志先生 而此次面试的他从照片上可以轻易看出 较之一个多月前明显年轻很多 神采奕奕 盼若两人 而此次的家常作秀并未俘获人心 外界普遍认为李洪志先生已另行替身 代为登台 由此也让大陆网特抓住软肋 大面积放出法轮功创始人离世的惊天消息 岛内法轮功学员听闻李洪志先生脑癌病情加重 顿时情绪低迷 虽然他们相信李洪志先生定会走出病困 但还是忍不住担忧 自发集会 为他们的师父 正念加持 而这一切的纷纭猜测 掩不住法轮功团体背后的更大隐忧 早先网路上爆料的四大家族传闻 已然显出法轮功内部刀光剑影 更有练功老伯被弄糊涂 赶快能够让大家知道事实的真相